分享我家的午餐,今天做的和虾炒卤转,鸭血烧豆腐,烧冬瓜,清炒空心菜 我给你吃 我再包一点吃 你帮我包一点吃吧 我给你一点点 好,谢谢 行了,行了,行了,都挖水多,你还做 不吃太不辣,你下次跑就不做 好,可以了,多少钱 好 河虾把小爪子和虾枪剪掉 里面的虾包再挤出来 全部处理好,冲洗干净,逆干水分 芦笋斜的切成长段 草菇切成片 锅中烧水倒油 水开下入蔬菜焯水 用大火煮一分钟,捞出备用 锅中的油温的五成热,下入河虾,开大火翻炒 河虾炒得全部变色,下入葱姜蒜炒香 再淋上黄酒,呛出香味 然后蔬菜回锅,继续开大火翻炒 调味放上盐,白糖,少许的生抽 继续翻炒,把调料炒匀 出锅的时候淋上水淀粉,勾个薄芡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河虾炒露笋就做好了 冬瓜去皮,切成小块 尽量再给它擀小一些,这样好入味 还是刚才焯蔬菜的水,把冬瓜也焯一下 用中火煮个三到五分钟,把冬瓜煮软就捞出备用 锅中加上猪油,直接下入冬瓜 淋上少许的生抽,先把冬瓜炒上色 然后再下入蒜末和小米椒 稍微炒几下,加上少许的清水 调味放上盐,白糖,味精 中火煮个三分钟,让冬瓜入味 最后呢,水淀粉勾个芡 出锅的时候撒上葱花 冬瓜这样烧过之后呢,非常的入味 可以当做一个下饭菜,推荐朋友们试一试 嫩豆腐和鸭血切成小方块 再次用刚才焯蔬菜的水焯一下 大火煮上三分钟,捞出 捞出了之后呢,泡在冷水里 不然豆腐和鸭血就粘在一起了 锅中加入猪油,炒香葱姜蒜,泡小米椒 加上一勺香辣酱,炒香,炒出酱色 酱炒香呢,再下入豆腐和鸭血 加上半碗清水 调味盐,白糖,白胡椒粉,生抽 老抽上个色,鸡精 开着大火,边煮边收汁 汤汁收的差不多了,再用水淀粉勾个芡 芡汁呢,分三四方 让芡汁把食材都捞捞的裹上 最后呢,再淋上花椒油 撒上韭菜末,或者是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又做了一道清炒红星菜 这道菜非常简单,就不啰嗦了 好了,咱们家开饭了 这道菜,炒点辣吧 这道东巴都好香啊 好,看起来也不错 还有味道啊 嗯 哇,这道菜 竹笋,虾子 我来看 给你点辣吧 我去摸吧 嗯,这个辣不是小意思吗 不行,巴辣巴辣好多菜 真的好吃 多吃点,你翻 不行,再吃一点 吃饱 吃饱 吃饱在几行店 嗯 为什么我们都每次吃你吃 吃完就蛮没吃 因为我们现在吃着做 这做就几行店 我平常吃完就吃了一下 你不吃饭就行 我只吃饱饭 扇饭就行 吃饱饭就行 吃饱饭 服饱饱饱饱饱 要饲饱饱饱饱饱 我爸爸你当成小冬肉了 当小冬呢 年代我照顾小冬 你不也是小冬你吗 你是小羊 你也是吃的 我吃 青年 比羊还在下的 哪有草 这边有草 你这都吃点草 那个汤汁有点辣 辣 小意思 你现在翻炼起来了 吃饭吃得出汤了 好吃 好吃 但是通常不能开 还没到时度 嗯 小面两个 再吃一点 冬瓜吃点 下午 下午吃一个 吃饭吃 我淋